德牧是一个非常好的狗 非常好的品种 但是呢 他的毛也很恐怖 所以大家如果想养德牧 一定要上尸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稍微输一下 还没输完呢 你们别以为这就输完了 对 这个 德牧钓毛可以说是 9级差一点10级 如果你要说谁是9级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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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哎呀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些毛啊 乖 我都懒得去一点点装桶里面 我就直接输了丢地上 等一下一起扫掉 受不了 而且室内都没法输 那如果你问我就是将来 还养不养德牧 那我肯定说我不养再养德牧 因为这个 德牧梳毛还有洗澡都特别麻烦 因为他们双层皮毛毛又厚 而且又非常会掉毛 你相信我 你在冬天的话 我给下的 这个洗澡在浴室里面洗 洗完之后你会发现 整个浴室墙壁全是他的毛 因为狗 甚至是都会甩嘛 一甩网 那个毛全部甩在浴室墙壁里面 所以给他洗完澡 我还得整个把整个浴室给洗干净 那夏天还好一点 就是直接在外面 在室外洗 但是如果你们家 就是如果是像城市里面的生活的话 那我之后养狗的话 肯定会选择一种就是 不怎么会掉毛的狗 像边木我考虑都不考虑 马犬边木 这种都是掉毛 严重到不行的那种 然后呢 拉布拉多也很会掉毛 那还好拉布拉多 只能算是七级八级的掉毛程度 不过当然了 大家这里稍微提下就是 同样品种的狗 油性皮肤和干性皮肤 掉毛程度是不一样的 油性皮肤的狗呢 就掉毛稍微好一些 好一点点了啊 不如说好特别多 然后干性皮肤的狗 像Shadow水干性皮肤的狗 那它就特别容易掉毛 没办法 这是它们的这个 基因决定了 然后边木就真的是十级 十级掉毛 这个我连考虑都不想考虑 而且边木的 讲实话边木的这个 运动量实在太大了 我都有一点不太敢 就是说去 能匹配它的这个边木的运动量 因为我之前一直讲嘛 运动量也是你养狗的所要条件之一 边木虽然很聪明 但是呢 它们聪明且不倒乱的签计 就是你们要匹配它的运动量嘛 那边木 就算你能找到一种很稳定的那种 Family Line 就是我们俗称的宠物线的边木 你至少一天也要 给它就是大概45分钟 以上的这个运动时间 不然的话它就会在家里发疯 对它的身心都不健康 然后到时候又出现什么气氧啊 我都不想说太多这种事情发生了 然后呢 或者说你又要花很多很大的这个 钱去训练它 但是即使你你找人训练它 你私底下也要带它训练啊 也要带它运动 你不可能永远放在训练室那边 而且在美国训练是很贵的 如果你养一只就是这个工作线的 我不管它工作线什么犬种啊 不然是像德木马曲马犬更恐怖 哇边木这种工作线的狗 我他们就是对于会养的人来说呢 就是能足够匹配他们运动量来说呢 就是双方你们都会是很幸福的 他们你们都开心 但是如果一旦你没有办法匹配他们的这种工作线的这种运动运动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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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悲剧基本上就不能避免 今天还有人会说 哎呀我的狗血统很好 但是他就为什么这么不乖呢 我说什么血统 他说警犬 什么警犬的血统 哈哈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很多商方他们会说什么 哦这个是警犬的那个后代什么的 警犬是会咬人的呀 大哥我讲讲我不是说所有警犬 那什么收救犬收爆犬那些他不负责咬人的警犬 他是他不咬人没有错 而且还需要很稳定 但是呢像是这种德木就是这种警 德木这种警犬 然后呢是那种真正去铺上铺咬的那种警犬 他们本身性格天性里面是带咬人的基因的 他挑的时候就是挑这种会咬人的狗 然后再加以训练加以控制 所以他们的天性里面是带是带是会咬人的啊 然后呢尤其是那些被逃 就是说你能在市面上买到的警犬后代 多数都是因为被警队里面给淘汰下来 就是他们要么就是有性格缺陷 要么是过于aggressive 过于有攻击性 然后呢没办法很好的控制 所以才被淘汰下来 然后你去买 你就你一个冤大头你去买 然后你买了之后呢 他们就是当警犬都不合格了 然后呢你你会你以为你捡到 捡到什么东西就是你就是被骗了 说白就是你被骗了 然后呢这种狗呢是需要特殊照顾的 很多时候这种警犬就是有攻击性的这种警犬 他训练性格不行被淘汰下来 很多时候是哪来干什么呢 是在在美国的话中国我不知道 在国内我不知道 但是美国的话很多时候是哪来就是看农场用的 然后看农场就是他们因为自带攻击性也不需要训练 反正就是就是看农场呗 然后赶一下那些美国那种什么叫兰子凯奥地 然后赶一下什么美国那些那些会吃那个加醋的那些 或者伤害加醋的那些那些野生动物用的 或者是有一些种草的那种草的要懂的 有一些种草的那些凡别人来偷草的 就是这么用的啊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不要就是买就是你买狗是千万不要被骗了 什么警犬的后代很拉倒吧 我最怕就听到这个 你要不说警犬的后代我还没那么 但是你要说警犬的后代我就觉得完了 这事不好 哎呀别走别走 夏天快到了 这个钓毛掉的是特别严重 然后因为他这个钓毛剂还没法 就也不方便洗澡 最好是等钓毛剂结束之后再洗澡 反正我建议所有第一次养狗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养一些容易打理的 就是你开心他也开心 如果你不差钱 你可以长期带他去给专门的人士去护理去去修毛去什么的话 那讲实话那没所谓 你不差钱没所谓 你养什么狗都行 然后呢你家里有专门的给你打扫卫生 那没所谓 不然的话像下手这样子你看这些毛 就这些rar 看吧 poder护卫生 可以 Truman 看到了啊就是这样 然后呢基本上你想要抱着虾头睡觉也不可能 就是抱着肘木睡觉也不可能 因为全是毛你的衣服什么的全是毛 那虾兔这种人算是配合的 所以一件不配合的 但是你的毛都不跟你说 反正如果你問我下一隻狗想想什麼狗的話 我會說第一 首要條件好打理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掉毛 然後第二就是體會小的 第三呢 運動量得跟我匹配 即使我是專業的 我也只能接受一隻狗的運動量 大概一天在一小時到兩小時之間 超過這個運動量 對不起 我沒那個能力 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 我可沒辦法一整天就就陪著那個陪著陪著他 畢竟我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工作能給他做 一兩個小時已經很頂天了 當然當然目前我也沒想好說 下這個狗 因為我實在不想一次就是連著就是養兩隻狗 養兩隻狗真的很麻煩 開銷也大 時間上呢也不是那麼能那個跟得上 我看再過幾年吧 再過幾年 再過幾年再說吧 或者說等到下的受眾正寢之後 再去考慮第二隻的事情吧 總之 短期內這一兩年內養第二隻 我沒那個時間 因為平時有的時候也會幫別人訓託啊什麼的 所以自己其實我自己沒必要養那麼多這個 哦 差不多現在就這樣 我受不了 你還可以接著輸 但是我已經累了 我不想輸了 受不了了 所以各位小夥伴 養這麼容易釣毛的狗 top one 邊目 馬犬 得目 然後拉不拉多 拉不拉多 畢竟是門 毛比較短點 還好沒丟 但是我覺得 但我個人覺得毛短更難說 毛長還 毛長你還看得到 毛短後來看都看不到 跟針刺一樣 嗯 不過反正大家 養得容易釣毛狗之前 一定要 你養狗之前 其實你要考慮很多了 包括 就真的就是 打理他都只是 只是其中一個 只是其中一個一個方向而已 還有 你要考慮很多了 那我會覺得就是 護理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掰